当然了 刚才所说的 女士 男士也有 我们再说一下 男士通常都有 不过男士比较少 是的 但是 有一些就 不光是男士的 是什么 因为其实 男女也好 希望能够 可以藉着这些 不知是饭局 藉着这些情况下 可以接近一些 有些权力的人士 可以帮自己一把 可以帮自己一把 赚钱也好 最终搞了很多笑话 也搞了很多 很特别的事情 我们 姑且奇闻 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据闻 有一个 不知是高层 就是老世级 电视台的老世级 据闻是一位 有些 同性倾向的人 据闻 他很喜欢在电视台 找一些小鲜肉 大家一起去参加一些派对 常常请人吃饭 是的 很多泰国 然后 叫小鲜肉 大家一起坐 大家最喜欢吃完饭 就去卡拉OK 卡拉OK 先唱歌 先去参加一下 先去参加一下 记得那一次 这个传闻 传出来了 据闻 那批小鲜肉 每个都是歌唱比赛 刚刚那期有这样的比赛 整班都去了唱卡拉OK 不是去唱卡拉OK 就很简单 大家一去到 你知道是小朋友 一去到去唱卡拉OK 还争吵着唱吗 是的 抢麦 大家就在那儿唱 据闻那位老闆 其实已经 夹中了很多不同的目标 其实老闆很简单 通常就会去到旁边的目标 就暗示一下 给别人听 就是看一些小鲜肉的趋向 但是有些就已经是不知道 你说什么 傻的 当然是唱歌 是的 最终 据闻有一晚 在卡拉OK里面 我们这位老闆级 突然间 就合中了一个小鲜肉 嗯 合中了它之后 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就很奇怪了 哇 他公然可以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说 我们这班 这班的歌星 大家在唱歌的时候 大家都很投入去唱歌的时候 突然间 发觉他们在唱唱唱唱唱唱唱的时候 发觉后面有一些声音 有什么声音呢 就声音了一些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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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大家都停在 咦 什么事 是否有老鼠 卡拉OK有老鼠很大声 当他们一个大家的时候 一轮转的时候 发觉 哇 发觉了 哇 很经典的场面 全部大家都呆在当场 立刻大家就转回那个面 继续唱歌 当没事发生 当没事发生 热闻 热闻 不是热闻 是热闻 我们两个 就是打得火热的那种 哇 当时大家都很惊讶 但当时我们有个心态 以为是否这位小鲜肉 真是很渴望 凭着老板的这件事就可以 攀升多一级 谁不知道 真是很可惜这位小鲜肉 到她离开了这个公司的时候 都得不到任何的认同 就是 陪了夫人游截兵 陪了夫人游截兵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做任何事 尤其是做演艺界的朋友 其实应该要凭自己的实力 个人的努力 无论你做什么 千万不要 截敬不是对对的 其实我们赚钱 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的 是不是 这件事就是 我们希望 今天来以监之 大家记得了 引此为监 所以千万不要 所以认为 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么多的赚钱门路 其实作为一个艺人 你真的还有很多不同的赚钱门路 但你一定要以正途为主 这是很重要的 是 好了 今天说到这个时间 好像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是的 太多妈妈声 发发声就是妈妈 妈妈都不停 现在 底两集说多一些 这么juicy的东西 希望都可以满足了 观众的好奇心 是的 当然我们会秉承我们这个宗旨 继续带多一些秘闻给大家 当然 你不要想着用秘闻 我最主要的是 我们希望能够说多一些 正面一点的东西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大家 记住 我们共勉之 希望大家 得到娱乐之余 也可以有一个正面的想法 是的 或者一些借镜借隔 对吧 顾及自己将来 怎么样走自己的路 无论台前莫下 或者其他行业的朋友 也可以参考一下 好了 既然如此的话 今天刚刚刚声就 刮完了 我们下一集再去刮过 下一集再刮过 下一集再跟你刮过 好 拜拜